柯文哲酸說現在是醫化世代 那人還要坐在應電中心 那他覺得這樣是作秀 那院長是否覺得這是合理的話 他自己俯選而不堪哉嗎 那院長跟林茲廟縣長在視訊的時候 攔回詢問 但卻被藍營批評說是耍光為難 院長怎麼看 每一個縣市情況不同 每一個首長應對情況的風格也不同 我們都尊重 但社會自有評價 他自己要去面對 我們看到林茲廟縣長做政指揮中心 很感心的 我特別跟他好緣詢問 宜蘭的情況怎樣 那過去地震 那我們不知道有花蓮台東的縣長在線上 當時沒有連線 說是讓人家白等 那這一次連線 說是耍光威 這就是我說的比病毒還毒的口舌是非 不過我已經見怪不怪 國人接種高端賦日 那3500元的PCR是不是應該有高端負責 那現在綠營開始抨擊高端 那藍營指出是要切割就選情 政府對於凡事經過檢驗合格的疫苗 都是有效的疫苗都是希望國人能夠多一種選擇 兩年前蔣萬安不但用提案還用記者會說要撥上億以上的錢 以及要降低受測的人數來獎勵國產的疫苗 怎麼現在翻臉比換數還快 還把口舌是非如此翻弄 我們覺得很不應該 至於出國各國情況各有不同 我們都會多加溝通聯繫